在暑假的季端期間 不少家長會為小朋友規劃活動 像是基隆金山海域 就有學校開辦的水上SUB力獎 還有衝浪體驗 透過了戶外課程 帶學生們親近海域 而一梯次只有50個名額 一開放報名 直接被秒殺 趴在扶板上 感受海浪陣陣襲來的清涼快感 一旁還有學童體驗力士滑獎 有教練在後面扶著 就算海浪襲來也不怕 暑假到了 民眾都喜歡往海邊跑 在新北金山高中 就開了一堂 歷史滑獎與衝浪的體驗課 一提次50個名額 開放報名就馬上被秒殺 金山其實是一個靠海的地區 那我們這附近有一個 很棒的衝浪基地 讓老師跟學生都能學會清水 然後也有一個 在夏天有一個比較健康的 休閒娛樂活動 拿著滑獎 趴上板子開始上前滑 一個不小心 還可能直接摔進海裡 歷史滑獎可不簡單 不只考驗學童的平衡感 還要有不怕風浪的勇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海浪會一直拍打你 所以你要想辦法回去 覺得這樣是什麼 不要怕 不要太擔心 難得開了刺激有趣的體驗課程 也讓學童們留下難忘的暑假回憶 記得猜知恆是沒報道